先畫他的洞門,你畫出格沒關係啊,這只告訴你他要的份量 然後,接著筆 好畫是這一隻齁,我先畫他的骨架,有看到 先確定他的位置圖 也是先用蛋的筆畫,畫出來沒關係 這樣我位置圖對了齁,就自己看一下那個圖 說位置對了齁,然後接下來開始畫肌肉齁 就我講的先寬,然後再窄齁 有沒有,先寬再窄齁 然後接膝蓋,有沒有看到,先寬再窄 好,先寬,這小腿肌肉要畫出來 先寬再窄 先寬,這邊比較寬,再窄 好,有看到齁,是不是先寬再窄 然後接那個腳齁,因為他的穿高跟鞋齁,所以他腳是翹的 先寬再窄 先不要畫肌肉,先畫腳 好,有看到齁 然後接下來是這邊齁,也是先寬再窄 好,因為我有畫殼的,所以你會比較好對齁 也是先畫肌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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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這個腳是穿高跟鞋齁,所以他又高跟的那個 然後腳背是,腳背是凸起來齁,這邊是凹下去齁 這邊是凸起來 好,這樣腳是就畫出來了 然後再給他穿高跟鞋 這隻腳你要往另外一個方向,修一下 他腳在這裡,換個方向 給他穿高跟鞋 他穿鞋就直接從他腳這邊開始畫高跟鞋 好,你稍微看,去掉這邊嗎?就是高跟鞋 旁邊那個我剛剛畫,有點畫到這邊,其實他腳要在這裡 這就高跟鞋 好,這個也是偏高跟鞋 好,這樣高跟鞋又畫出來,推也畫出來 然後再幫他畫一下臀部 維修,稍微維修 好,這樣腿就畫出來 腿就畫出來 這樣OK